第5月也可以用逸耳函数-1911 可以转个弯 原来是用这个方式 换成逸耳的话 其实相对的公式 就会变得 尖端很多 所以当然如果你假设你知道逸耳的话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用上个礼拜的方式 因为上个礼拜变成要123 上个礼拜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直接用逸耳就好了 主要其实我主要是要 讲解的是test函数 所以其实重点本来是讲test函数 未来你想说哪个方式好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只要做得出来都好啦 也没有人会特别说看你说你用这个函数 又不是每个 你在工作上面人家是看结果嘛 不是说 过程怎么样 应该没有那种老板会特别看说你用哪个函数还要纠正你的错误之类 不可能吧 因为其实 反正他是希望说你帮我分析结果 告诉我这个结果 那将来我要做决策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说哪个决策是对的 OK 比如说他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将来 可能公司要开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做决策嘛 那至少他会问你说你先帮我统计一下我们 这个健身房好了 比如这个健身房 健身房哪些人 是最多的 哪些年次最多 然后他可能要做一个 就是市场调查 OK 那将来当然他做 比如开会的时候 至少要说出来 你的主管上面还有主管 OK 那他当然会 需要有这些资料做佐证 他不能说我 我感觉我们 我们 我们健身房里面哪些人最多 不能用感觉的吧 他一定会被骂 你刚才给我一个 确定的数据吧 那所以如果你要确定的数据 那其实说真的 看那个图是最精确的 所以有的时候 假设 未来 那我是建议你如果说要 比如说要报告的时候 你就是有评有据的 比如说你的资料来哪里 有没有 然后再是统计分析的结果 然后你再针对这个统计结果去做分析 那至少你会有一个基本的 算是 这个基础点 不然的话你假设你凭空就说 一个你感觉的事情 那他感觉流于太主观了 那现在人当然啦,没有人喜欢很主观的这种 推论 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有一个根据啦,所以我是建议 将来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分析 也许你可以拿出数据 并且有个统计分析结果 然后再去根据这个统计分析结果 去做推论 我想应该 比较不会 被被质疑啦 最怕就是说根本毫无根据 就开始讲一些 这个 事情 那当然会 人家会 开始质疑 你这凭什么这样讲之类的啦 OK 就像说现在新闻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应该不只是你们啦 大家应该都不喜欢 政治人物 或新闻媒体常常讲一些空话 比如说他指责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拿出对应的数据 OK 那大家就开始谩骂 比如说这个骂这个骂这个 像现在选举快到你会发现 现在那个政治人物 有时候讲的话比小孩 好像小孩在吵架一样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讲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开始讲说 我觉得好像感觉 有点 这个 虽然IQ蛮高的啦 比如说某个人自称IQ 好像140起 但是感觉他的EQ其实还蛮弱的 很容易被刺一下 然后就开始整个就暴怒了 然后他就可能是骂说 那个人真的是 没有口德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他没有医德 然后两个在那边吵来吵去 这觉得好像奇怪 明明就已经 年纪很大了 而且在社会有一定的地位 他讲出来的话比小孩子 我是觉得 吵不需要吧 你不需要说你去 而且有时候 你站在同理心的角度嘛 你想一想对方的感受 你就不会这样讲了 对 而且还那个话 我觉得听起来 我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讲人家没有 口德这个 说真的 我怎么骂 我也不会去骂人家说 对 而且甚至还讲说 你没有 一得 哇这个话很 很重 OK 比如说你今天 我是一个老师好了 然后你说 你老师凭什么当老 或者说你 你什么 你为什么 你还为人私表之类的 如果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太过了 over了吧 OK 你凭什么 而且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是一个学生 指着说 你凭什么为人私表的话 那如果 对着老师这样骂 当然老师一定会 很不舒服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时候 讲话之前 还是要三思 而且 如果你要讲这个话 你还要证明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告 告那个毁谤 就是 公然侮辱 OK 为什么 你根本没有凭据 你为什么说人家 这样子 所以如果告上法院 法官可能就会判你 OK 你无凭无趣 捏造事实 OK 这判例还蛮多的 OK 所以 这个讲话还是有根据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之前做的 我讲过 像这个 手机号码 比如说我们今天 要做另外的练习 请各位也许 先把这个复原一下 这个先留下来 然后请你把这个综合练习 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我讲过来 拖拉加Ctrl鍵 然后把这边 刮户里面改成叫聚齐好了 也就是 我们如果说要完成刚刚那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用所谓的 录制聚齐 的方式来完成 OK 那你想说聚齐是什么 OK 首先第1个 其实它的 原理原则很简单 就是把你 滑鼠键盘做过的事情记录下来 而已啦 OK 所以有点像那个 录你动作的那个 意思 然后录完之后会产生对应的程式 那将来你只要 知道说 怎么录制 然后知道怎么执行 也知道怎么变成一个按钮 那你就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 我在demo一下 其实做完的结果大概是长 长这样 就是说将来 会产生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其实就是 类似像我们云端上看到的这两段程式 OK 一个sub叫串接 一个sub叫清除 那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一个sub 到end sub 是一段程式 一个sub到另外一个sub 又是另外 所以有两段程式 那我大概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个娃娃先贴到模组里面 所以以后 你们假设要写 VBA程式的话 或者是录制聚齐都一样 就是放在模组里面 那比如说我要做刚刚的事情清除掉 这个 那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用云端的话 这个可能要改成2 因为清除的话应该是从2 那之前我们是上面有两列 所以这边其实也可以把它改成2 Coto 其实这边也是要 这个改成12 这边只要是14的都改成12的 OK那向下填满的话一样 这样就填满了 清除 然后这边填满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按钮的话 这边有按钮 按钮的话直接可以把它 点击拖拉 然后这个的话对应到串接 然后 这边的话可以产生一个对应的按钮 那如果再一个的话就清除了 清除的话你可以放在下面这边 指定一下它是清除 那上面的名称一样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说将来 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做过的事不要重做 那你就可以这样 清楚串接 像这样子 这样很方便吧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工作呢 假如说都可以把它 把它终终录制下来 然后变成一串 的按钮 那有些时候你工作就按下去就好了 前提就是你每天要做什么 就是做按钮 那这样的话以后的事情就不用重做了 效率实际上就高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工作起来 应该会相对比较有成就感 如果你假设你工作 就是做一些很重复性 有点像作业员工厂作业员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好无聊 每天都做那些事情 感觉自己 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 价值 OK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把它恢复好了 OK 那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这个就没有 就把它移除掉 OK 那这个是原来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入制去期 该怎么做 那我把 整个步骤 逐一的来看 那第1个当然第1个step 记得喔 先把这个开发人打开 那待会你们电脑应该没有这个 那怎么把它打开 记得喔有个简单的 可能要记一下 它的 打开的方式 打开开发人 你们等一下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1请你找到上方有个箭头 2的话找到其他命令 3的话呢制定功能区 所以喔 1 2 3的话制定功能区 然后你可以找到这边有开发人员 本来没打勾 你把它打勾 按个确定就好了 OK 或者是说啦 之前有同学 不知道它的版本是怎么样 它上面没有箭头 那如果没有箭头 你怎么办 没关系 档案里面 档案有个选项 也可以啦 档案选项 一样有制定功能区 一样有一个 开发人员 所以如果你上面没有箭头 那你就找档案的选项 也是有这个东西 打勾啦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录制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录制聚齐 所以喔 你等一下不用写程式 只要录制的 那录的话呢 相对 你可能需要什么 需要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的话 其实就是 其实主要三个动作啦 你就把那个对应的动作录下来 其实就OK了 不过我是建议啦 你那个录制前 这个公式 可能还是要先有 你就在 你不用把它删掉 因为删掉的话 你变成你要自己重挡 所以喔 没关系 你这边公式存在 没问题 OK 那怎么录制 OK 所以第1步 Step 1 开发人员打开 Step 2呢 录制聚齐 那录制之前呢 彩排 那彩排的话 我是建议你这样啦 就是三个动作 第1个按钮是 串接好了 怎么怎么怎么 录制 1 游标放在 F2 OK 因为上面两列删掉 所以 本来是 本来是 E4 现在 改成 这个 E2 2的话打勾 OK 所以 E1有标放这边 2 点一下资料编写打勾 3快点两下 向下 这样OK了 三个动作 所以 1 2 3 3的话 空点点一下 好 三个动作 你就把它录制下来 那清除的话呢 也是三个动作 E1有标一样放在这里 1、2 2的话呢 就把它选起来 不过我建议如果你要选的话 请你用Ctrl、Shift向下 可能这个要记一下 为什么要Ctrl、Shift向下 Ctrl向下 是移到这个范围最下方 如果你加一个Shift的话 就是选取 就把它选起来 3的话 按Delizzer 那就三个动作 我们待会把它录下 录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按钮了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1个 请各位把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那第2个的话呢 先 试着彩排一下 因为三个动作 然后就开始录制了 那录制的话呢 也许你录制 按下去 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聚集 要叫什么名称 那你就给他一个 也许第1个叫串接吧 第2个叫清除 那录制完之后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执行 如何变成按钮 OK 试试看